第206章,父亲与弟弟。我赶紧蹲了下来,对清雨的父亲说,伯父好。清雨父亲只是笑着,不知道怎么说话,清雨却赶紧对弟弟说,小枫,去江坝扶到屋里面,等一下咱们一起出去吃饭。清雨的弟弟叫马清风,听清雨这么吩咐之后就赶紧答应了下来。 清雨的父亲下肢瘫痪,可以坐起来,所以我们就推着清雨的父亲拦了一辆出租车,随便找了一家不错的饭店就进去吃饭。 吃饭间清雨的父亲话并不多,而且也不问我的出身和家境,只顾着让我吃菜,整个人显得有些木讷和憨厚。 而马清风则显得有些跳脱了,十分欢乐。跟清雨说些有趣的事情,一顿饭吃得挺快乐。 回去的路上,出租车到了街道路口,就将我们给放了下来,清雨推着父亲的轮椅,我和清雨并肩走着。 迎面遇上了一个大婶和清雨父亲打招呼,言谈之间,清雨的父亲笑着表示我是清雨的男朋友,元旦回来看看他。 大婶多看了我一眼,显得有些难以置信,不过还是奉承清雨,父亲有福。 可是他走过去金米之后,我却听到那个大神说,我当是什么金闺序,回来连个车都没开,还好意思炫耀。 语言很刻薄,不过也无可厚非。 我有车,但是相较于开车,坐飞机不是更快更方便吗? 为什么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来折磨自己,狗眼看人低的人多了去了? 正因为他们长了一双狗眼,所以没必要和他们计较。 晚上清雨的父亲让清雨带我去他大伯家里睡,因为清雨家里实在没地方睡了,让我睡在外面的凉席上面也不好。 我没拒绝,毕竟清雨的父亲也是好意。 清雨的大伯家比清雨家要好太多了,他们家有三层小洋楼,装修风格也特别好。 清雨带着我到了大伯家里之后,清雨的表妹将我们请了进去。 清雨说明了来意,大伯母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家常里短地和我们聊天,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小心翼翼地说做点小生意,不赚钱。 大伯母笑呵呵地说她困了,让清雨的表妹招待我们。 清雨的小表妹将我们两个领到了一个客房里面,然后就离开了,清雨长舒了一口气,红着脸蛋对我说,你别生气,他们就是这么势力,看不起人,如果不是我们家现在情况好一点,他们根本不会理我们。 我勾了一下清雨的小鼻子说,有必要理他们吗? 清雨低着头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将窗帘拉开,让月光头设在房间里面,洒在她的肩头,她转过身对我说,我原本说要去和小表妹一起睡,可是我不想去了,我跟你住一起,行吗? 很大胆火辣,一点也不像两年前那个小女孩。 我看着清雨眼中的盈盈秋水,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别闹,累了一天了,好好睡觉。 我躺在床上,衣服也没脱,而清雨却趴在我的胸前,抱着我的脖子对我说,我父亲是个教书匠,我母亲生了我之后就跟别人跑了,我弟弟不是我的亲弟弟,是我父亲捡来的孩子。 那一年大雪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怀里面抱着一个婴儿。 我高二的时候,父亲积劳成疾,整个人一下子就垮掉了,那时候,所有人都疏远我,看不起我,我现在带你回来,只是想告诉他们,我不需要他们,我现在过得比他们好,将来会更好。 清雨整个人已经趴在了我的身上了,她胸前的两片柔软,撩弄着我的心弦,不知何时,竟有如此宏伟的规模了。 清雨抬起头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双手抱住了她的肩膀,清雨不说话,她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大一的女学生罢了。 我对她说,我不是好人,你要是因为感激,那就没必要了,我需要你来,帮我打理生意,所以,你在学校里面努力学习,我不反对,甚至还很支持,你在学校里面,建立人际关系我更支持,因为这都是我在你身上投入之后获得的回报,这些都已经够了,不需要现在这样。 清雨不说话,让胸前的两个出具规模的大馒头,在我胸前慢慢摩擦。 火辣的触感,让我有一种心悸的感觉。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清雨的手机响了,她将手机取出来,是父亲的电话,父亲对她说,马清风被人打了,让清雨去看看,清雨听了之后,惊慌失色,原本的以你暧昧,全都消失不见。 刚好也解开了我的尴尬,清雨站了起来,脸上红扑扑的一片,我对她说,一起回去看看。 清雨点了点头,又恢复了小女孩的模样。 马清风被人打得挺惨,脸上全都是血,我和清雨见到她之后,清雨狠狠瞪了她一眼,不问她怎么回事,就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 我第一次见清雨生气打人,可是很快,清雨的眼睛里面就出现一丝泪水,她擦了之后问,你干嘛跟人打架? 马清风只是冲清雨笑了笑,说,姐,没事。 清雨让我陪着马清风,然后她去给马清风买云南白药。 清雨离开后,我给马清风递上一支烟,说,跟人打架了。 对,马清风点了点头,十分威武。 我说,是被人揍了吧? 马清风摇了摇头说,没有,他们说你和我姐的不好,我气不过就揍了他们一顿,不过他们人多,我打不过,最后就被揍了,不过他们也没好到哪儿去。 有个家伙,头上被我给打烂了,血流得比我多。 他们说我和你姐什么了? 他们说,我姐是卖的。 马清风言语中不无苦涩道,生活在棚户区的孩子,总是这么早熟。 恐怕他们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知道街边的洗头房里面是干什么的。 我问他,想不想回去打他们? 马清风一正,旋即问我,你能帮我? 我说,走着。 孩子之间的斗争,总是那么可笑,一言不合就能大打出手。 如果要是谁家大人插手的话,那就不公平了。 可是今天,我还就要插手了。 不为了什么,就为了帮清雨出口恶气,被侮辱瞧不起二十年的恶气。 打马清风最狠的一个人家里面是开牛肉馆的,在这一片挺有钱。 第207章,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这家伙打了马清风之后就和一群伙伴到网吧里面打LOL,嘴里面叼着烟,十分嚣张。 我和马清风找到他们之后,我直接将这个头发像鸡窝一样的小子给拎了出来, 让一群学生全都站在墙角。 他们刚开始不服气,可是见我从兜里面掏出一把蝴蝶刀之后,就全都乖乖听话了。 我对马清风说,去,上去打他们耳光。 马清风走了上去,一个个挨个抽耳光,这群初中学生全都被打得不敢说话。 马清风显得非常兴奋,我对这群人说,以后别他妈乱说话,都他妈是人,谁怕谁啊,知道不。 这群学生唯唯诺诺不敢说话,我带着马清风离开,马清风对我简直崇拜到了极点, 拉着我就说,你真牛逼,太他妈过瘾了,草,终于报仇了。 我看了看他说,那是因为有我,你才报仇了。 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离开了,他们看你不顺眼,商量之后合伙整你,你怎么办? 马清风正在原地。 我说,你要找个机会,挨个让他们全都怕你,然后再对他们施以恩情,让他们跟着你,这才是真正的育人之术,一味的勇猛,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找死。 我这么对你说,只是想让你懂,这世界上比欺负你的人牛逼的人很多,比如说我,但是比我也牛逼的人也有很多,莽夫是不可能成就事业的,智慧和知识非常重要。 马清风问我,你是要当我好好学习吗? 我说,不一定要全学。 那什么要学? 我思考了一下,给出了一个答案,政治。 政治课本。 马清风难以置信地问。 我说,对,等你什么时候能将政治课本研究透彻了,那么你就不会被他们给欺负了,甚至你可以让他们当你的小弟。 马清风若有所思,我却接到了清雨的电话,他问我们两个在哪儿呢? 我就跟清雨说我带你弟吃饭呢。 清雨尽管不相信,不过我知道马清风不会将刚才的事情说出来,所以,见到清雨之后,马清风叼着一个牙签。 清雨将马清风给教训了一顿,然后又将云南白药交给他,让他自己擦一擦,然后就让马清风回去了。 马清风走后,清雨长舒了一口气,对我说,我弟平时都不这么逃的,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 我说,小孩子嘛,总是喜欢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我们两个说话间,走到了路边的一个小旅馆里面,清雨转头看了看小旅馆,对我说,要不我们别回我大伯家里了。 我说,真的喜欢我。 清雨低着头,脸一红,却又仰起头说,喜欢。 我说,那就回你大伯家。 清雨抬起头看了看我,一双眼睛里面全都是不解,咬着嘴唇,像一个生气的孩子。 我却依旧言语刻薄对她说,你喜欢我,我不喜欢你,懂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只不过是在利用你而已。 清雨整个人怅然若失,回到她大伯家里之后,她主动回了表妹的房间里面,而我则躺在床上,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睡着。 可是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房间门被推开,清雨走了进来,躺在我的身边,钻到我的怀里,对我说,你是个骗子。 可惜,我已经睡着了。 奇怪,人有时候睡得就是这么快。 清雨大伯是一个生意人,在市郊开了一家洗脚城。 里面做一些按摩保健的生意,尽管没有全套服务,但是盛在里面的按摩师漂亮,而且相较于什么都做的小姐,也算是比较良家。 特别是洗脚城里的温州按摩,特别舒服,最受顾客欢迎,一晚上下来,如果生意好的济湿,能上七八个钟。 所以,清雨大伯一般晚上都不在家,都是在早晨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就醒了过来。 见清雨还在熟睡,我就自己翻身下床,离开了卧室,到院子里面松松筋骨。 结果迎面就见到了清雨大伯,他看了看我,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问我,你就是清雨的那个男朋友?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清雨大伯说,小子,没钱就别学人家包养女学生,清雨你养不起。 我翻了一个白眼说,你们这些亲戚不愿意帮人家一把。 我一个外人帮了你男不成还要管着。 清雨大伯一下子就语色了,我则转身回到了小楼里面。 我回去的时候,清雨已经醒了,我们两个并没有在他大伯家里吃饭,而是直接离开了。 临走的时候,我注意到清雨的大伯看着清雨的背影,舔了一下嘴唇。 我心中,暗骂了一句衣冠禽兽,败累。 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没回来的时候,清雨就已经将今天的行程给计划好了。 我们两个离开清雨大伯家之后,一起吃了个早饭,然后就去了暴突泉。 走马观花一样的看了一遍之后,就去了千佛山,灵岩寺。 在灵岩寺吃了个中餐之后,就到了红叶谷,九如山,等回到市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分了。 随便吃了个晚餐之后,清雨就带我去看夜间的大明湖,我们两个坐在大明湖畔,柳条随风飘扬,吹动着清雨的秀发,她舒展了一下腰身,说,好累,一天跑遍了所有地方。 我言语了一句,那你还这么安排。 清雨转过头看了看我,对我说,因为只有一天。 我耸了耸肩说,那你最后才带我来大明湖,是不是要来找这里谣传的容嬷嬷。 清雨被我给逗乐了,揉着肚子说,你怎么不来找下雨河,难道你喜欢容嬷嬷。 我没说话,清雨笑了一会儿就坐在我的旁边,靠在我的肩膀上面。 她说,你昨天为什么要装睡? 啊?我装睡了吗? 我不知道啊。 我在装傻冲愣。 清雨依旧波澜不惊地说,那你想要什么时候采摘我这朵山野小花呢? 妈妈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清雨不生气,反而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了。 第208章,投资。 晚风吹拂着我们两个的面庞,不知不觉间又到冬季了,有些寒冷刺骨的感觉。 我将身上的外套脱了给清雨披上,对她说,其实你真没必要这么做,你不欠我什么,我也不欠你什么,你要是因为想报恩,那真没必要,我对你没有恩情,有的话我也会加倍收回,懂吗? 清雨柔声说,那如果我喜欢你呢? 我点了点头,说,对啊,我也喜欢你,可是更像哥哥对妹妹的喜欢,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喜欢,所以我也喜欢你。 清雨急了,说,可是我对你的喜欢,是。 说到这里,清雨忽然住口了。 她又笑着说,算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新年的钟声响彻了整个大明湖畔。 冬日里的大明湖畔没有夏日里的雨河,近乎冰封的湖面也没有谣传的容嬷嬷。 只有坐在湖边的我和清雨,清雨靠在我的肩膀上,一动不动。 有些感情,从一开始就是无疾而终的。 而有些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我和清雨决定在新年的第二天离开。 所以,元旦那一天,我要做很多事情。 甚至要做掉很多人,我给林国庆打了一个电话,让林国庆给我一个在济南能用到的关系,要做很多事情。 林国庆给了我一个号码,我打过去电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男人笑着约我见面,见面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竟然是济南市委书记的大秘。 和林国庆从小穿一条开裆裤的哥们,有了这条关系,我就好办事了。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封了清雨大伯家的洗脚城,清雨大伯不是什么好人。 最重要的是,这家伙是个败类。 清雨父亲瘫痪之后,他曾经竟然要求让清雨去他肠子里面做过生意。 说白了,这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看上了清雨。 第二件事情就是让他帮忙给清雨父亲安排一个下岗教师和一级教师的职程,这样可以拿到退休金。 清雨父亲是倒在讲台上面的,但是到现在,腊山小学都没有给他一笔退休金,这个十分不合理。 相较于第一件事情,这一件更简单。 第三件事情也是我自己的事情,让这位大秘给我介绍一下万福图。 叫赵旭辉的市委大秘,笑着全都答应了下来,并且将万福图的资料,给了我一份。 然后我们两个就分别了,不过我给他留了一个名片,说欠了他一个人情。 他只是笑着说,我刚好欠了国庆一个人情,这下抵消了。 我笑了笑,没再多说。 和这个赵旭辉见过面之后,我就找到了马清风。 清雨回来了,他也有钱上网了,现在正在网吧里面打LOL,用了一个无极剑胜,我去的时候,他刚好拿了一个武杀,瞬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我直接将马清风的电脑给关了,他瞬间就怒了,刚准备破口大骂,结果见到是我之后,整个人立马就喜笑开言,笑着叫了我一声,哥,你怎么来了? 我坐了下来对他说,怎么想起来玩游戏了? 马清风挠了挠头对我说,元旦放假了吗?玩一会儿。 我问他,你找昨天那几个人没? 马清风牛逼哄哄地说,找了,刚才去那家伙家里吃牛肉面,他见到我就跑。 我有些无奈,让他作证,对他说,让人怕你不是目的,你应该让他们敬畏你,瞻仰你,服从你。 只有这样,你才能拥有自己的势力。 我不是让你违法乱纪,但是人脉关系要从你这时候培养,如果你能拥有一帮兄弟,我相信没有人敢欺负你,因为群殴才是王道。 马清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又说,现在你姐有钱,也给你钱,你拿到钱别往网吧跑,一个破游戏,真没什么好玩。 你哪怕拿着钱去泡妞,都比玩游戏强。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一室友,打了三年,兜他,最后被女人甩了好几次,如果他不是个富二代,估计他现在早就废了。 你家里没钱,我家里也没钱,说实话我只不过是在培养你姐罢了,你姐以后要给我打工,到时候慢慢偿还,这叫贷款,我也会收利息,所以你自己以后的路到底要怎么走,你自己想明白,如果你要是愿意打游戏颓废,那么也许你将来会成功,可是这个可能性就好像在你有生之年地球会爆炸一样。 马清风被我的一番话给说傻了,最后他抬起头看了看我说,哥,你是不是也在培养我? 我玩味一笑,看着马清风说,看来你也不笨,既然有脑子就好好去运营身边的事情,学习成绩都是浮云,人脉关系才是王道,如果你牛逼到能让市委书记的儿子跟你称兄道弟,那么你也就离成功不远了。 多看,多学,多做,少说话。说话要经大脑,别草了日了地骂人,大人的世界不流行脏话,更不流行电脑游戏,只有兜里面红彤彤的钞票,才能让你获得相对应的地位。 你现在可能感觉不出来,可是等有一天,你发现你那些长得还不错的女同学只认准宝马车和有钱男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兜里面的钞票有多重要了。 给你举个例子,同一个女生,有两个男人请她出去吃饭,第一个请的是去门口吃碗沙馅小吃,第二个是市里面最著名的大酒店,物尽天泽,这就是生存法则。 闲着没事,可以多看看动物世界,只要你足够强大,你就可以生存繁衍下去,而人更是这样,只要你足够强大,你可以随便将女人的肚子给搞大,可你没钱,女人连让你碰一指头都不愿意。 马轻锋整个人正在原地,看上去就好像是傻了一样。不过我知道,他在从我的话中筛选有用的信息。 马轻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痞子,也不是混子,他学习成绩差,不是因为考不好,相反他脑子非常聪明。 他最喜欢的休闲方式,除了玩游戏,就是普通人绝对不会玩的数字游戏,数读。 第209章,山东想马河南贼。 他最巅峰的时候,能够在十分钟内完成一个数读游戏,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 他的数学题,从来都是用超出学习面底知识来解答。 比如说,在这一次元旦会考的时候,数学卷子上面的最后一道大题, 他用了高中的函数知识来解答很简单的问题。 复杂,这就是数学的逻辑。 明明很简单的东西,他却喜欢将它弄得复杂。 这就是马清风,清语的弟弟。 马清风抬起头看了看我,突然对我说,我想我应该学英语了。 为什么? 马清风给了一个让我想揍他一顿的答案,我们换英语老师了,新老师特漂亮,黑丝配高跟,戴着一个文质彬彬的眼镜,我要泡他。 这是一个初中一年级孩子说出来的话,很早熟。 可是并不假,因为世界就是这么疯狂。 当有些孩子还在因为一道数学题一个单词而纠结的时候,有些男人就敢说出泡老师的话。 我对他说,泡老师可以,你要是能让你的美女老师心甘情愿地当你的女人,那就是你的本事,我不反对。 但是你要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你要自己解决,比如说,你被美女老师的老公给揍了,我可以帮你抵挡一些麻烦,但是,你要是自己惹到麻烦了,就自己解决,我只答应你,在18岁之前,不让别人将你搞死。 马清风深吸一口气,伸出手说,行,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在他的拳头上撞了一下,他露出了一个十分狡猾的笑容说,这就算你对我的投资了吧,你要拿多少利息呢? 他不是一般聪明,而是极其聪明。 所以我,直接泼了他一盆冷水,有可能赔本。 马清风神色有些凝重,他说,我对你也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有些感兴趣,别让别人欺负我姐。 马清风口吻强硬地说,一点也不像一个刚上初一的孩子。 我说,那如果我欺负你姐呢? 那我会在还清你所有恩情之后,打败你。 马清风给了一个让我有些吃惊的答案,我轻松一笑说,OK,我等着这一天,希望你能履行你的诺言。 元旦后第二天,我和清雨就离开了他家里。 临走之前,清雨父亲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好好照顾清雨。 像是吩咐,也想是嘱托。 我非常庄重地答应了一声,嗯。 我和清雨到了机场,坐在机场宽大落幕玻璃前,看着一架架飞机起降有序。 清雨对我说,好怀念小时候的感觉。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回到学校之后,准备怎么拼。 清雨说,计算机二级证书马上就要考出来了,C加和C加加以及VB课程也快要结束了。 英语到五月份要考八级,经济管理方面正在攻读金融知识。 学生会那里,我出任会长,要做一个关于学生毕业之后的调查,而且还要和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一起聚会交友搞好关系,好像也就这些了,还行,不算太忙。 不是太忙,是很忙。 我听得一个脑袋两个大,不过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趁着年轻不去拼搏,难不成要等到年老的时候去拼搏。 不过我犹豫了一下对清雨说,每周给自己一个小时,看一个小时童话。 清雨并没有问为什么,而是点了点头答应了。 坐上飞机之后,清雨就戴上了眼罩睡觉。 而在我的旁边,则坐着一个男人,男人穿了一身糖装,长得十分斯文儒雅。 头发里的一丝不苟,年龄不大,但是两边的头发却都已经花白了,男人笑着伸出手说,能坐在一起就是缘分,不容易啊。 我笑了笑,道,的确是缘分。 男人说,哥们,我小时候吃过一种老城皇庙的包子,挺不错,可惜后来跟父亲一路到了济南, 这一住就是三十年,不知道老城皇庙的包子还有没有了。 我笑着说,当然有了,不过肯定要改头换面了。 怎么着? 难不成您这一次是专程去老城皇庙吃包子? 可不是吗? 我缠了三十年了,要是再不去,说不定就要进土了。 这倒是,看您年龄也像是要进土的人了。 我说了一个十分讽刺的话,男人却依旧是黑黑一笑,并不生气。 飞机起飞之后,他跟我谈济南的人情世故,各种各样的内幕如鼠家珍一样的,全都说出来。 我听着只是微微笑着,并不多说,快下飞机的时候,男人伸出手对我说,在下济南万福图,人送外号山东大响马,不过我可不是真正的土匪强盗,尽管我也喜欢打秋风。 我也伸出手说,在下河南小贼好人,没外号,我也不是真正的贼,尽管我也喜欢去拿一些东西,比如说别人的命。 一双手握在一起,万福图笑着说,山东想码河南贼,好兄当心啊。 最近世道不太平,的确要当心。 手指是轻轻一握,飞机就挺好了,我立马带着轻语站起来离开,后面传来万福图的声音,好兄别着急。 我并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这一切绝对不是偶然。 从我见到万福图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就认了出来他,就是山东想码万福图。 他空降东方明珠,这一行绝不简单。 他一路上对我说的种种经历,全都是他目前的真实情况,我知道,这是一种警告。 也就是,你也别调查我的身份也背景了,我全告诉你,我就是要来抢夺你手中的胜利果实,你能怎么样吧? 这样的嚣张,只有万福图有。 山东想码河南贼,决战上海滩。 我不知道谁能赢,但是我知道,从气势上我不能输,因为那样,我就输了一半了。 离开机场之后,我让清宇自己赶回学校。 然后我就赶紧赶回家中,在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给孙友波打了一个电话,让孙友波离开,不用再保护孙小青了。 孙友波什么也没有说,就挂断了电话,我回到家中的时候,孙小青正在教奔奔说话。 第210章,共患难。 孙小青见到我回来,将奔奔抱起来,理了一下病边的秀发,笑着对我说,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奔奔咬着手指头,睁大眼睛看着我。 也不知为什么,小家伙突然将手指从嘴里放下来,叫了一声清脆的,爸爸。 发音极为准确,不再是以前的爸爸了。 孙小青将奔奔放下来,让他自己在地毯上来回爬着玩。 这才笑着对我说,吃饭了吗?我给你做饭吧。 我拉着孙小青说,别忙,我跟你说件事情。 孙小青一双大眼睛看着我,我抿了抿嘴唇,犹豫了一下说,我想这段时间你和奔奔去别的地方生活。 怎么了?我们娘俩拖你后腿了? 孙小青问道。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你知道不是。 孙小青轻松一笑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娘俩的安全,可是她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妻子,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什么都去扛着,我们才是你真正的后盾,我们要是走了,你怎么办? 我闭上了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万福图空降上海,绝对不简单。 她已经在话里面说得很明白了,她就是来打秋风来了,至于这个秋风是谁,肯定是我了。 我现在风头正盛,如果她要是能将我弄倒,那她可就扬名上海滩了。 孙小青不说话,站在我后面给我研磨着太阳穴。 我手探到后面握着她的鲜鲜柔移,对她说,你这样让我很不放心。 孙小青言语了一句,那我走了,我就放心了。 什么是夫妻,就是有难了一起扛着,有苦了一起苦着,你是男人,你要撑起外面的一片天,我是女人,我要撑起咱们一家三口的一片天。 我站了起来,看着目光坚毅的孙小青。 默然回首,这才发现,原来这个已经嫁做我妻子的女人,是这么刚强。 正如同她能够一个人生下孩子,并且走遍整个中国一样。 我想,我的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了,我对她说,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们娘俩。 孙小青不说话,只是轻轻抱着我,融入到我的怀中。 万浮屠,祖籍上海浦东人。 12岁随父到了济南,定居在济南立夏区。 18岁的时候,成为立夏区混混中的佼佼者,20岁因过失杀人进了监狱。 盼了5年,25岁出狱,一举扬名整个济南市。 这个世界上没有黑道,但是有黑生意。 万浮屠早些年拉土方,后来坐大了之后就投身到了洗浴中心这潭浑水中。 再到后来,洗白做建筑公司,简直就是一个屌丝逆袭的标准样板故事。 可是现在,他却又将目标瞄准到了我的身上。 作为我说服老狐狸后,第一个敢公开和我叫板的敌人。 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想现在我已经稳定下来了,可以用冰来降挡水来涂眼来形容。 张晓军在医院里面住了半个月就出院了。 说起来,这家伙简直就是三天一小伤,五天一大伤。 骨折晕迷,简直就是常有的事情。 张晓军出院那天,林国庆约我们一起喝酒,我却对林国庆说,喝茶吧。 最后我们到了黄浦江边,找了一个靠近江滩的露天茶馆坐了进去,一壶茶炮上,林国庆说,万浮屠来了,老四你准备怎么办? 我摇了摇头说,不好说,敌不动我动,我现在手里面有个万灰灰,这算是一个把柄。 林国庆眼睛眯着,对我说,这同样也是一个万浮屠手中的把柄。 我震了一下,林国庆就说,如果,我是说如果,万灰灰死在孙友波手中呢? 我摇了摇头说,不可能,我让孙友波留守了。 林国庆没有就着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而是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整个人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万灰灰被孙友波关起来好长时间了。 如果要是万灰灰死在孙友波手中,那么孙友波岂不是危险了? 林国庆喝了口茶笑着说,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你别当真。 张小军将一杯茶灌下去,问出了我想问的问题,万灰灰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说,只是为了要来和好人叫板。 真心没必要,他能从好人这里得到什么? 即便是取代了好人之后,他能说服老狐狸? 不说服老狐狸,这一切都是白搭。 说不定还会被老狐狸给阴一手,到时候可是连小命都丢了。 我和林国庆同时出了一口气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现在我们极为被动。 是啊,现在的我们完全被牵着鼻子走,怎么能不被动呢? 所以我们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了,可是让我们惊讶的是,万浮屠到了上海之后,竟然销声匿迹了。 一丝一毫消息都没有传出,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对他的预料。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 有一天,刘美玲找我喝茶。 我赶紧答应了下来。 刘美玲喝茶的地方就是在她家里,她自己会泡茶,泡茶的过程并不繁杂,只是将开水烧热。 然后茶叶泡里面就能喝了。 不过,我知道刘美玲肯定不是因为找我喝茶这么简单,不过我也不着急,和刘美玲聊一些曲句上面的事情。 小时候在家乡倒也听过不少曲句,所以和刘美玲聊起来倒也不会辞穷。 再个就是,刘美玲小时候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尽管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但是在我面前却依旧非常亲切,说是干妈, 但是就和我亲妈差不多。 刘美玲每每听我这么说,总是也与我一句,这要是让你妈听到,她还不气死啊,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到头来却送给了别人。 我只是一笑置之,并不就着这个话题多说下去。 刘美玲将一杯茶喝完,就问我,上次让你送小燕子回去,你对她感觉怎么样? 我脑门一黑,干笑着说,还好了。 其实我和陈小燕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可能。 再说了,我已经娶了孙小青了,难不成让我和孙小青离婚,再去娶陈小燕? 如果不可能,让陈小燕做我的情人? 我还真不感觉有这个可能,而且我也看得出来,陈小燕绝对不喜欢我。 刘美玲自然不傻,肯定知道这一点。 第二11章,刘美玲去世。 她笑着对我说,这是一条关系,多发展发展,说不定以后用得着。 我点了点头。 刘美玲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一样,感叹着说,你别看老狐狸现在这么听我的话,其实上山下乡那会儿,她花心着呢。 那时候,我们牧场里面有四五个小姑娘都将自己交给了她,这其中就有我。 可是最后只有我跟着她离开了牧场,来到了上海,嫁给了她,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赞美了一句,因为您手段高明,是正宫娘娘。 刘美玲瞪了我一眼说,你真当她是皇帝啊,还后宫? 那是因为别的女人都相信了她的花言巧语,而我却相信了我能让她身败名裂,或者是拥有荣华富贵。 说白了,就是拿捏住了她的短处。 这一拿捏,就是三四十年,当年的短处,如今也变成了这么多年生活下来的感情,自然而然,她也就这么听我的话了。 我有些惊讶,不过对于刘美玲拿捏老狐狸的短处倒有些感兴趣,拿捏了三四十年,老狐狸还没放下来。 刘美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对我说,别猜了,那些只不过是我们年轻时候的事情。 我咧嘴一笑说,不会跟现在的厌障门差不多吧? 刘美玲做事就要打我,我赶紧躲了一下,刘美玲这才弯了我一眼,对我说,好人,男人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激紧果断,只要你不做错事。 干妈哪怕是拼了老命,也要救你,哪怕到时候继续用这个短处去威胁老狐狸,最近老狐狸去上面开会了,事理不太平,干妈也知道你为难。 其实你完全可以去放手一搏,赢了干妈给你炖肉吃,输了干妈找老狐狸,让她救你。 刘美玲这段话,可谓是对我吐露了真正的心扉。 可是我却眉头皱起,抬起头看着刘美玲问她,干妈,你这让我有点惶恐。 不知道干妈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吧? 刘美玲笑着对我说,理了一下眼镜上面的老花镜,脸上的皱纹组合成一副和蔼的笑容。 我点了点头,十分实诚。 刘美玲说,老狐狸这一路上来,做了太多太多损因得的事情,我要是再不做点好事,等我去世之后, 那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我们的儿子都被诅咒死了,我可不想让你再出点什么意外。 我眉头一皱,这个理由实在让我有点想不通。 刘美玲却对我说,陪我去享佛堂读会佛经吧。 我答应了下来。 这栋小房子竟然还有一个地下室,地下室不大,也就二十来平方。 是一个造型非常别致的佛堂,里面供养着一尊释迦牟尼和一尊原始天尊像。 里面香火鼎盛,佛堂里面播放着淡雅的佛教音乐,十分肃穆。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难以想象在这栋小房子里面竟然有这么一个精致的佛堂。 刘美玲将我带过去,坐在蒲团上面。 她并没有诵佛经,而是看着眼前的佛像对我说,小好啊,这佛堂自建成之后,老狐狸一次都没有进来过。 她说,这是邪魔歪道,可是我知道,她害怕。 她每天睡觉前,都要闭着眼睛,将今天的事情全都想一遍,想多睡几个小时,可是只要睡够三个小时,她就会自动醒过来。 这叫,心中有鬼。 我有些惊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第二天,刘美玲病了。 病得非常重,是我将她送到了医院。 我给老狐狸打电话,刘美玲说不用。 小病而已,别打扰她了。 最后,我还是没给老狐狸打电话。 晚上,我坐在病房里面,刘美玲看着我,露出了和蔼的笑容,有点老太隆忠的样子,不过却依旧和蔼。 她对我说,这辈子,恐怕都没人能知道老狐狸的短处了。 我说,不还有您知道吗? 刘美玲没说话。 第三天早上,在医院陪床的我醒过来之后,就发现刘美玲永远也不可能醒过来了。 刘美玲毫无征兆地,在黎明前去世了。 前一天,医院鉴定她只不过是普通的发热而已,这个消息无疑如平地起惊雷一样。 乍想在整个上海滩上,在早晨八点后,无数社会名流前来医院见刘美玲最后一面。 而我也终于明白了老狐狸的短处是什么了,就是刘美玲自己。 中午十二点,一架北京军区的战斗机降落在虹桥机场,老狐狸从上面走了下来, 直接换成一架上海警用飞机飞赴刘美玲所在的医院。 飞机降落在楼顶,老狐狸一言不发,通过电梯直接到了刘美玲所在的病房。 当老狐狸推开病房门的时候,刘美玲已经过世了八个小时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风尘仆仆赶回来的老狐狸。 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老狐狸对我说,你出去。 我不多说什么,站了起来离开了。 我不知道老狐狸在房间里面对刘美玲的遗体说了什么。 但是很明显,老狐狸哭过。 刘美玲的死亡是正常性死亡,并不是什么大病引起的。 所以说,刘美玲死的一点痛苦都没有。 老狐狸也并没有因此迁怒院方什么, 但是院长还是诚惶诚恐找到了我, 要求我对老狐狸说一些好话。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 其实我知道,做了一辈子夫妻。 拿捏了老狐狸一辈子短处, 老狐狸早就了解刘美玲了。 刘美玲的遗体被送往殡仪馆, 路上没有警车开到,也没有隆重的仪式。 甚至遇到红绿灯的时候,还需要等车。 没有人会想到,在这一辆普通的殡仪车里面, 躺着的是一位拿捏了老狐狸一辈子短处的女人。 遗体被送往殡仪馆之后, 在一个偏僻的小厅里面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人,没有各方大佬, 也没有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 只有孙小青,我,奔奔,还有王颖丽。 老狐狸什么也不说, 只是站在水晶棺前面, 看着被入恋师打理的慈祥和蔼的遗体, 正正出神。 最后,老狐狸让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都离开了。 老狐狸站在水晶棺前面, 问我,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你留下来? 我说,你有话要对我说。 第212章,万灰灰死了。 老狐狸深吸了一口气, 呵呵冷笑一番对我说, 对,有话对你说。 话很简单, 你和万浮屠以及陆家的事情, 我绝不插手。 如果你输了,那你就滚蛋, 以后别让我见你。 如果你赢了,那么恭喜, 我可以送你一个前程。 我不冷不淡地说, OK,很不错的选择, 你要是什么事情都帮我, 我还真有点害怕。 走吧。 老狐狸无力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我离开了追悼会现场。 第二天早上,张灵回来了。 中午,刘美玲远在美国的女儿也回来了。 刘美玲的女儿是一个很漂亮女人, 三十多岁的样子, 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老公, 两人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在刘美玲的遗体面前守灵了一晚上。 第三天,刘美玲要下葬了。 这一天,天空中下着小雨。 刘美玲被推进了火化炉里, 一个小时后, 一盒骨灰被送了出来。 骨灰被装到精美的骨灰盒里面, 送往郊区的墓地,下葬。 这一天, 不再低调, 不再从简。 封禁道路, 警车闪烁着红蓝警灯开道, 所有执勤民警全都戴上黑色袖章, 市里面所有部门的公务员, 全都墨挨十分重。 花圈将郊区墓地堆成了一座小山, 能够放在刘美玲墓前的花圈, 却只有一个。 老狐狸的花圈。 刘美玲的墓上只有一个名字, 刘美玲, 以及一个刘美玲生前的一张照片。 当天晚上, 新闻联播发布复告, 人民艺术家在户去世, 享年65岁。 生前作品有, 刘美玲同志是我国老一辈艺术家中的典范。 国家一级艺术家, 为我国艺术做出重大贡献。 这一天, 整个护士沉浸在悲伤之中。 老狐狸让所有人都离开, 坐在刘美玲的墓前, 只有一个人, 失去了平日里的意气风发, 失去了平日里的精明, 只是一个即将垂暮的老人罢了。 孙小青参加完葬礼之后就带着, 奔奔离开了, 我和从丹麦赶回来的张玲站在墓地山脚下。 张玲眼睛很红, 显然哭过。 这也难怪, 毕竟是女生。 而老狐狸又是她的大伯, 刘美玲好歹也是她的大伯母。 冷风顺着领口灌到身体里面, 让我打了一个冷战。 张玲对我说, 生命好脆弱, 前一周刘伯母还给我打电话问我在丹麦的生活, 没想到这才没过几天, 她就去世了, 走得这么急。 人生就是这样无常, 或许前一天还曾活蹦乱跳的人, 在下一刻就会香消玉允。 我不禁也有同样的感慨, 我是亲眼看着刘美玲去世的人, 我最能理解这种感觉。 前一天晚上还和你有说有笑, 第二天早上就阴阳两格。 张玲抬起头看着我, 对我说, 好人, 如果你要是比我死得早,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都已经死了, 你还不放过我? 我看着她, 开了一个半玩笑。 张玲说, 我要将你的骨灰装到小水晶瓶里面, 带着小瓶子, 和我生活一辈子。 我言语了一句, 我还以为你要将我错骨扬灰呢。 你混蛋! 张玲打了我一下。 生命的无常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其实我有些不明白刘美玲为什么去世的这么突然, 但是仔细想想, 不难发现在刘美玲去世之前, 她似乎知道。 当人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 我想, 这世界上唯一值得留念的东西, 恐怕也就只有那份感情了。 其实我知道, 刘美玲是故意选在了老狐狸去上面开会的这么个时候。 为的就是让老狐狸一辈子都忘不了她, 为的就是一辈子都拿捏着老狐狸。 而我, 恐怕是刘美玲临死之前, 唯一需要交代的人吧。 至于为什么, 我想应该和她那个十五岁就夭折的儿子有关。 她说老狐狸做了太多阴损事情, 死后要下地狱, 其实我知道, 她愿意陪着老狐狸一起下地狱, 可是却不愿意让她死后的儿子不得转世重生。 她家中的那个佛堂, 恐怕就是在她儿子夭折之后建立的。 老狐狸睡不着觉, 不是因为心中有鬼, 而是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鬼, 下了地狱也能称霸一方。 这才是真正上位者的霸气。 这一晚, 我一夜未睡, 不知道为什么, 不困。 整个人就好像是突然之间明白了许多事情一样, 可是朦胧之中, 却又似乎什么也不明白。 等到天亮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懂了, 有些事情活着永远不会明白。 比如说生命的意义, 哲学是一种比较恶心的学科。 因为所有的哲学都建立在人活着的基础上面, 没有人知道人死了之后, 真正是什么样。 或者是, 死的那一刻, 想的是什么。 天亮了之后, 我带着张灵回到了城市里面, 将张灵安排在于山高尔夫别墅里面, 然后我就直接给孙友波打了一个电话, 杀了万灰灰, 头颅装在保龄球里面送给万浮屠。 孙友波什么也不问, 只回答了一个是。 打完这个电话之后, 我对自己说, 是时候给敌人一些颜色看看了。 生命之所以存在, 就是因为物尽天责。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吃泥土。 优胜劣汰, 这就是这个世界。 我想, 这恐怕也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打完这个电话之后, 我又给林国庆和张小军打了一个电话, 约他们两个到老地方喝茶。 到了之后, 我将刚才给孙友波打的电话, 给他们两个说了一下。 林国庆听了之后, 眉头一皱说, 先发制人。 我点了点头, 说, 对,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先发制人。 不就是一个万灰灰吗? 我倒要看看, 万浮屠的底牌是什么。 林国庆笑了笑, 问我, 现在老狐狸的妻子刚死, 你这么做不好吧? 不怕惹恼老狐狸? 我说, 不怕, 狐狸尽管狡猾, 可是终归只是条狐狸而已。 这话牛逼。 林国庆说, 张小军也竖起大拇指说, 我咋感觉他在装逼呢? 我轻松一笑, 不再多说。 可是, 就在我嘴角刚刚扬起的时候, 孙友波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万灰灰死了。 第213章, 梦寐以求的生活。 我没回答, 孙友波就继续说, 不是我杀的, 但是跟你要求的一样, 头丢了, 只剩下一个身体, 在我的房间里面, 不知道是谁干的。 我感觉到有些头疼, 揉了揉太阳学说, 将尸体丢到黄浦江里, 喂鱼。 行。 孙友波答应了下来, 而几乎也就是在同时。 我接到了张灵的电话, 电话里面, 张灵大哭大叫着, 说他遇到麻烦了, 让我赶紧过去。 我立马丢下电话, 就赶往余山高尔夫别墅里面, 我到了高尔夫别墅之后, 看到了令我瞠目结舌的一幕。 在别墅房顶上面, 悬挂着一个头颅, 万灰灰。 张灵正站在一旁, 被吓得不轻。 本来昨天晚上在墓地住了一晚上, 他就害怕, 今天刚回家, 又遇到了一个活人头, 更是都快哭了。 别墅区的保安正在往上面爬着, 将头颅取下来, 我上前给他们打了个招呼, 每人发了一盒烟, 然后让他们别将这事传出去, 头颅给我。 他们笑着答应了, 护主就是上帝。 不管发生了什么, 都不要大惊小怪。 这就是高端别墅区保安的素质。 我拿到万灰灰人头之后, 直接将装到一个包里。 然后将张灵带到别墅里面, 张灵这才算是安下心来。 我并没有立马走, 因为张灵要我陪陪他。 我就打了个电话让孙友拨过来, 将人头拿走, 不用送给万浮屠, 直接丢到江里喂鱼, 或者直接找只赞熬, 喂了。 处理好这一切之后, 我这才和张灵坐在别墅客厅的沙发上面。 张灵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显然被吓得不轻。 我知道, 这是万浮屠的把戏。 显然, 我被掀发至人了。 张灵问我, 那个人头, 是真的人? 我点了点头说, 对, 和别人有些过节。 我知道骗不了他, 索性就实话实说了。 张灵犹豫着抿了抿嘴, 最后他整个人蜷缩在沙发上面, 一动不动, 像一只被狼狗吓到的小猫咪一样, 可爱温顺。 我也不说话, 坐在张灵的对面, 过了一会儿, 张灵对我说, 我现在只剩下你了。 这一句话, 如同晴天霹雳一样, 打在我的心头。 是啊, 张青石死了, 张超死了。 夏晚玉移民澳洲了, 他可不就只剩下我了。 我走过去, 将他拉起来抱着他, 对他说, 我会保护你的。 他问我, 那我是不是就成小三了, 你有老婆? 我咬着嘴唇, 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张灵却眉头一皱, 对我说, 我要当小三。 然后他就松开我, 将我压倒在沙发上面, 主动去吻我。 不知何时, 他竟然也这么大胆火辣。 我不能拒绝他, 正如同上一次在金茂军月时, 我没有拒绝他一样。 可是这次, 当我们两个一丝不挂 互相望着的时候, 他不再闭上眼睛, 而是对我说, 我要在上面。 女孩只要经历过一次男人的洗礼, 就不再是女孩, 而是女人。 如果说孙小青就像是一道家常便饭, 不管怎么样都吃不腻的话, 那么下碗玉就是麻辣的四川火锅, 永远都能让你吃得满头大汗, 兴奋不已。 而张玲则是三亚海滩上面的一道冷饮, 碧海蓝天, 清新爽口。 幸福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 张玲只在榆山高尔夫别墅里面住了两天, 就又乘坐飞机回丹麦了, 她本就是回来参加刘美玲的葬礼的, 并不是回来和我优惠的。 不过临走之前, 张玲告诉我, 她过年的时候不回来了, 而且, 她的学期制定到了两年, 完成两年学业才算是毕业。 最后在机场登机时, 她的眼睛湿润了, 对我说, 可能这两年, 我都不会再回来了。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机场的广播在提醒她要登机了。 她对我挥了挥手, 然后就走进了登机口。 我落寞站在原地, 挣了好久。 这才, 开车回市区。 我在车上单曲循环张学友的祝福, 这一次可以确定了, 张玲要走两年。 想着昨天晚上, 她的种种疯狂, 一晚上竟然要了我五次, 甚至在我后背上面, 留下了无数道抓痕, 汗水都浸湿了她的头发, 在寒冷的深夜里面。 她的身体如同火炉一样炙热, 我终于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疯狂了。 原来她要告诉我, 她要走两年了。 以后见面的机会可能会很少很少。 恐怕这也是为什么, 她上次只会留书一封的原因。 她不想面对, 可是这一次, 她坦然面对了。 我知道, 坐上飞机的张玲, 肯定会流下眼泪。 与其说她回来是参加刘美玲的葬礼, 不如说她想找个借口回来看我。 手腕上的百达斐力五千零二依旧夺目, 她的价钱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她是张玲。 对我的爱。 万辉辉死了之后, 并没有人计较万辉辉为什么死。 因为她犯了一个决策性错误, 那就是太相信万浮屠了。 或者也可以说, 她太将自己当回事了, 万浮屠让万辉辉打头阵, 只不过是让她调查一下我而已, 可是她却公开和我作对。 这个下场最有应得, 而万浮屠杀了万辉辉, 我想又两个因素。 第一万辉辉在我手上是一个把柄, 第二那就是万浮屠心情不爽。 我不知道老狐狸怎么想的, 但是刘美玲死了之后, 老狐狸竟然公开表示, 她对于这次的事情袖手旁观。 这一下, 很多人都又蠢蠢欲动了。 而我依旧只有那一个办法,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这并不是消极的态度, 而是做好攻守, 以不变应万变。 因为现在事情的所有主动权都在万浮屠手中,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万浮屠到底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 从机场回到家里, 吃过孙小青做的饭菜。 孙小青并没有问我这两天去哪里了, 可是我却将事情主动跟她说了, 并且将我和张玲的关系也告诉她。 诚实, 坦白, 这就是我和孙小青之间的感情。 孙小青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闭着眼睛, 躺在我的大腿上面, 听我说完之后, 她就说, 说完了? 我恩了一声。 孙小青说, 那好, 我也要你五次。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孙小青却皎洁一笑, 露出了一丝属于小女人性子的娇称道, 家中红旗不倒, 外面彩旗飘飘, 好人, 你过上了许多男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了吗? 第214章, 占便宜。 听着孙小青的话, 我沉默了。 孙小青却将我的手腕抬起来, 看了看手腕上面的百达匪力, 笑着说, 五千零二, 表亡, 挺贵。 我被孙小青的坦然给吓得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可是孙小青却又闭上了眼睛说, 好了, 我不都说过, 在奔奔18岁的时候, 你要带着我环游整个世界。 你的后半辈子都属于我, 现在你风流一点, 我不介意。 很难想象孙小青会这么坦诚, 会这么大度。 可是, 这就是孙小青, 一个让我无话可说佩服之极的女人。 我的妻子。 孙小青的生活很平淡, 和我结婚之后, 她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再个就是照顾奔奔和打扫家里的卫生, 有些时候孙小青也会出去逛一逛, 不过都是给奔奔买些儿童读物, 她自己偶尔也会买衣服, 不过买的都是比较便宜的家居服, 像以前那些华贵的衣服, 她都不买。 而且, 孙小青每周有三天时间都要做一个小时的瑜伽, 她依旧是个女人, 不是神仙, 想保持好的身材就要运动。 孙小青曾经对我说过, 不让奔奔去那种管教特别严厉的学校 里面上学, 奔奔的小学要轻松, 中学要努力, 高中要坚忍不拔。 然后大学的时候更要努力, 孙小青是这样总结的, 快乐的童年, 积极向上的少年, 拥有能力的青年。 我很同意孙小青的教育方针, 所以孩子都交给孙小青去管。 而我则像一头野兽一样在外面厮杀, 来保护他们娘俩。 大约在刘美玲去世21天之后, 也就是三期的时候。 一个女人找到了我, 刘美玲的女儿, 胡梅。 我和胡梅约见面的地方是在一个私人餐馆, 胡梅选的地方, 十分不错。 落座之后, 胡梅先跟我说了一下她的个人情况, 然后又问了我一些问题, 基本上都是我个人家庭原因。 看得出来, 胡梅在试探我, 不过我也不触她, 我本来就没打算徒留美玲或者老胡梨什么。 说白了, 张青石死后, 青石集团不能到架, 我这时候站出来, 也算是帮老胡梨一把了。 大概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胡梅放下了筷子对我说, 我母亲去世之前对你说了什么? 我说, 她说她拿捏了你父亲一辈子。 胡梅正了一下, 玄机笑了笑。 她说, 我要回美国了, 我不管你到底为了什么, 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愿望, 如果你有一天混不下去了, 或者说需要什么, 我可以帮你的忙。 有前提吧? 我问。 胡梅轻松一笑说, 有, 前提就是, 以后我父亲留给你照顾了。 我照顾不了他, 恐怕是你父亲照顾我, 我不知道你这个照顾是什么意思。 我反唇相击。 胡梅眼睛一瞪, 说, 不许背叛我父亲, 就只有这一个要求。 我笑了笑说, 那如果我背叛了你父亲呢? 我想你已经答应了。 胡梅玩味地看着我说, 我有些无奈, 她有着和老狐狸一样的精明。 和胡梅分开的时候, 胡梅对我说, 另外, 我给你指一条路, 万浮屠的目标 很有可能不是你。 而且, 或许万浮屠不是真正的幕后指使者, 他说不定也是别人的一颗棋子。 我大吃了一惊, 问他, 你怎么知道? 他笑着说, 我只是在告诉你, 我的能力很强大, 如果你要是背叛我父亲, 你的下场恐怕不会很好, 最起码, 嗯, 不会比万浮屠好到哪里去。 我有些惊骇。 回去的时候, 我想去调查一下胡梅的身份, 可是调查结果, 却让我有些淡痛。 胡梅任职在美国堪萨斯州一所小公司里面, 丈夫也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在堪萨斯州有一栋房子, 两辆车, 一条狗。 可是我知道, 这些资料不能相信。 不过也没办法, 凭借我现在的能力, 还拿不到高层次的资料。 在刘美玲四期的时候, 我和王颖丽在吃过晚饭之后, 约定好一起去她的墓地上面, 送上一束鲜花。 刘美玲的墓地在整个墓地群最上面, 这里象征着全世。 这里依旧放着前些天有人来看她释放的鲜花, 鲜花已经枯萎, 我将枯萎的鲜花丢掉, 将我带来的放到墓碑前。 王颖丽站在那里, 没有动, 我们两个就要离开的时候, 她才冷笑了两声, 说, 死时的无限风光, 可是在死后, 又有多少人能够记得呢? 人这一辈子, 也不知道图些什么。 我看了看她说, 活着呗。 王颖丽叹了口气, 似乎颇有感慨一样, 所有人都知道, 深圳三十年前是一个小渔村, 如今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可是究其原因, 恐怕只是某位老人在那里画了一个圈罢了, 这就是上位者的权利, 他可以决定一个地方, 数百万人的性命与前途, 所有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 可是谁又知道家定三徒呢? 我说, 姐, 你又感慨了。 王颖丽笑了笑说, 不说这个了, 你准备怎么应付万福图? 我笑着对王颖丽说, 姐你就放心好了。 王颖丽边往山下走边说, 让我放心。 那你怎么不给我说个办法?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停下了脚步。 王颖丽也停下脚步转过头, 看了看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 笑着说, 冰来降挡水来土掩, 有什么好怕的? 王颖丽不说话了, 弯了我一眼, 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可是我却知道, 她在为我担心。 我主动走了上去, 牵住了她的手, 对她说, 好了, 先回去, 这件事情急不得。 王颖丽腰也一笑, 谭笑间露出一丝狐媚, 美目留盼弯我一眼说, 怎么? 事情急不得就来占姐的便宜了? 见鬼记被动魄, 我依旧脸部红心不跳, 牵着王颖丽的手就往山下走, 让我感觉到奇怪的是, 王颖丽竟然不甩开我, 就这么被我牵着离开了墓地, 坐上了我的麦腾。 坐上车后, 王颖丽对我说, 好人,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但是你应该站在老狐狸的角度去想想, 你现在被所有人传成老狐狸的义子, 但是喜欢你的刘美玲死了, 所以也就是说, 你少了一道保护墙, 而万浮屠这时候赶来, 就说明, 他们已经拿捏到老狐狸的心思了。 第215章, 一些事情, 我听着王颖丽的话, 嘴角扬起一丝笑容, 但说无妨。 王颖丽别有深意地说, 老狐狸在考验你, 不成功则失败, 一边是悬崖, 一边是天堂, 老狐狸从来不会让一个没有真本事的人去做他的义子, 你如果想要得到老狐狸的扶持, 只有自己去努力, 去奋斗, 不然你最好的下场, 也就是得到大德集团这20%的股份, 然后安逸一辈子。 我降下车窗, 让冷风灌进来, 对王颖丽说, 你知道老狐狸这辈子最怕的是什么东西吗? 王颖丽眉头皱起一道疑问, 我犹豫了一下, 说出了我的猜测, 老狐狸最怕死了之后, 没人给他抬关。 王颖丽哑然, 可是还是有些不明白。 我脸上带着一丝笑容说, 这件事情原本我不打算告诉别人, 但是今天你问起来了, 我就打算跟你说说。 老狐狸15岁的儿子, 是被人杀的, 而不是外界传说的病死的, 而老狐狸的女儿和他的丈夫, 绝对不是夫妻。 王颖丽整个人都猛了。 而我继续说, 先说他儿子, 从资料上面显示, 老狐狸儿子死于癌症并发症, 可是根据我的调查了解, 老狐狸的儿子生活非常健康, 而且也不滥交。 最最重要的是, 老狐狸儿子不可能接触到 含有致癌物质的食物或者东西, 因为他是老狐狸的儿子, 所以他得癌症的几率 几乎只有百分之一, 不要说什么, 眉府享受人生, 上天要收他的命, 没那么扯淡。 老狐狸的儿子 绝对不可能死于生病, 即便是生病, 也不会死得那么突然。 王颖丽皱起的眉头, 出现一丝惊讶, 叹为观止地看着我, 迫切地问我, 那他女儿是怎么回事? 我叹了口气说, 刘美玲去世的时候, 老狐狸女儿带着丈夫回来了, 如果他们两个的确生活在美国的话, 他们两个在人前肯定不会特别拘谨。 而根据我的暗中观察, 老狐狸女儿和她的丈夫, 从来没有在人前出现过特别亲密的接触, 甚至有时候, 他们两个用英语交流的时候, 还显得有些茫然。 你相信一对夫妻结婚好多年, 都不了解彼此吗? 我自问自答, 显然不可能。 所以他们两个一定是假夫妻, 或者也可以说, 老狐狸女儿根本不在美国, 或许还有其他可能呢。 王颖丽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整个人显得十分难以置信, 她问我, 你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呀? 我淡然一笑, 没有回答。 王颖丽却又问, 那你为什么说, 老狐狸怕自己死了之后, 没有人给她抬关? 我不又想起了, 那天晚上最后一次进入小红房子, 是和老狐狸的对话。 我转头看了看王颖丽说, 如果你是想要一个你能够空陷的木偶的话, 那我绝对不适合。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打上你的烙印, 以后说不定可以超越你的大人物的话, 那你就选择我。 最起码, 我不会让你死了之后, 连坟头上的草都没人帮你吧? 王颖丽眉头一皱, 我说, 那天晚上, 我就是用这段话征服了老狐狸, 很傻逼,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个理由能通过, 我当时完全就是气急败坏, 可是很奇怪, 老狐狸同意了。 王颖丽恍然大悟, 张口就说, 老狐狸生前得罪了太多人, 他需要培养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人, 而这个人, 王颖丽用手指着我, 我咧嘴一笑说, 姐, 你别用手指我。 王颖丽有些愿怒地瞪了我一眼, 说, 好人, 没想到你还挺聪明吗? 我沉思了一会儿, 对王颖丽说, 这一切都是猜测, 如果有一条船出去, 我随时都有可能身败名裂。 王颖丽犹豫了一下说, 我懂。 我却说, 你不懂。 王颖丽皱起眉头问我, 有什么不懂? 我问她, 那你说刘美玲为什么突然死亡? 王颖丽哑口无语, 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我却将我的想法又说了出来, 刘美玲是自杀。 这一次, 王颖丽没有惊讶, 而是露出一丝玩味, 苍生除狗, 有意思。 其实这些东西, 都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想到的, 全都是孙小青交给我的资料上面分析出来的结果。 而这些资料, 但凡我看过之后, 全都会烧掉。 不过, 显然不光孙小青猜了出来, 王颖丽也猜出来了。 王颖丽叹了一口气, 眼睛中闪现出一丝落寞, 她说, 即便如老狐狸这样一声叱咤一方的枭雄, 也免不了落一个晚年不保的下场, 更何况是我们呢? 我笑着说, 我们只需要向前跑, 迎着未来的冷眼和嘲笑即可。 王颖丽将手机连接到汽车音响上面, 用手机播放了一首老歌藏心, 很忧伤唯美的歌曲。 深夜空旷的道路上面, 只有我们这一辆汽车在急驰, 我们两个都不再说话, 车厢里的气氛有些暧昧。 车后面出现了一辆路虎, 王颖丽对我说, 加速。 我不去质疑, 一脚将油门踩到了底。 转头看着王颖丽, 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 后面的路虎油门一踩, 也追了上来。 麦腾终究不是路虎这样马力强劲的车辆, 风驰电车间路虎就追了上来。 我转头就看到了在路虎的驾驶席里面坐着一个我熟悉的人, 路鹏举。 王颖丽交给我的那份资料上面, 有他的照片。 所以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王颖丽则眉头一皱就对我说, 撞过去。 我毫不留情, 方向盘一转。 砰! 两辆车撞到一起, 火星四箭, 剑拔弩张。 也就是在这时候, 王颖丽对我说, 踩刹车。 我一脚刹车踩下去, 麦腾立马停了下来, 而驾驶路虎猛打方向盘的路棚举, 根本不会预料到, 我会这么做。 路虎如同离弦之剑一样, 朝着路基就冲了过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 赶紧发动麦腾, 离开了事故现场。 伤痕累累地麦腾到了市中心之后, 我将王颖丽送到了他住的公寓里面。 第216章, 老子爱你。 下车的时候, 王颖丽对我说, 最近小心一点, 这是老狐狸给你的最后一道难题了, 如果你能够挫败万浮屠和路加, 那么你肯定会有一个锦绣前程。 我笑了笑说, 姐, 别给我喂糖衣炮弹了, 锦绣如老狐狸, 到头来不也是一死吗? 王颖丽犹豫了一下, 对我说, 你不一样。 说完, 她就上楼了。 而我却没离开, 我只是将车停在楼下, 点上一支烟, 躺在车里面。 我现在不抽烟, 可是有些时候, 总是想要抽一根。 香烟在手指尖燃烧, 不急不徐, 一根烟燃尽, 麦腾副驾驶的车门打开, 孙友波坐了进来, 裤管上面带着血迹。 我问她, 我不是让你保护你姐吗? 你怎么还跟着我? 孙友波露出憨厚的笑容说, 我姐让我保护你, 我听我姐的话。 我将烟头丢到车窗外, 郑重地对她下达了一个命令。 命令下达之后, 孙友波就离开了。 而我, 则依旧躺在车里面, 又点燃一支烟。 将香烟夹在手指尖燃烧, 只燃烧了半支烟, 车门就又打开了, 这一次来了一个熟人, 一个本不应该和我见面的人。 万福图, 吃过老城隍庙的包子了? 我不冷不淡, 不急不躁问了一句。 万福图嘿嘿一笑, 说, 吃过了, 味道绝对上成。 那是不是应该回济南了? 万福图舒服地靠在车椅上面, 笑着说, 回去, 明天晚上十二点, 外滩的飞机, 那里建机场了? 上海不就只有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吗? 有了。 万福图淡然一笑, 吓了麦腾。 我将剩下的烟一口气抽了, 将烟头从车窗丢下去, 从兜里取出手机, 给王颖丽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五次之后通了。 电话里面传来王颖丽的声音, 干嘛? 我露出一个渐渐的笑容, 说, 姐, 你现在是不是只穿着一条睡袍? 嗯。 王颖丽的声音很低, 可是我还是听到了。 我又问, 那也就是没穿内衣裤了。 王颖丽依旧低声N了一声。 我却又说, 姐, 我要不要上楼。 王颖丽不说话了, 过了好一会儿, 她说, 不用了。 而此时, 站在公寓窗前的王颖丽, 终于将窗帘拉上了, 女王的脸上, 竟然露出一片飞红。 有时候我想想, 我还真他们料事如神。 我又给孙小青打了一个电话, 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家睡觉了, 孙小青什么也没有问, 就同意了。 然后, 我到京京一人找到了张小军, 然后又给林国庆打了一个电话, 我们三个坐在京京一人顶层的客房里面, 林国庆靠在窗前, 看着外面寂静的街道, 问我, 好人, 有什么话直说, 我知道要出事情了。 我索性也不隐瞒, 笑着说, 只要求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 说,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 如果我有什么不测, 你们一定要隐瞒好孙小青。 张小军刚要骂爹, 林国庆就说, 可以隐瞒, 但是如果你真死了, 我们一定鞭尸。 我笑了笑, 林国庆的智商, 永远都不用解释。 林国庆却又说, 老四, 其实你有更简单的办法来完成这件事情。 我说, 简单办法不管用, 还是用复杂的办法吧。 林国庆不再多说。 张小军挠了挠头说,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林国庆说, 我也不是太懂。 说完, 他们两个就看着我, 而我则说, 有些事情不能让兄弟们跟着受苦。 张小军刚想煞穴为蒙说一顿表忠心的话, 林国庆就摆了白手说, 老三你放心吧, 能让你帮忙的事情, 好人可不会放过你。 比如说, 现在给我们两个安排两个技师来个全套。 靠! 张小军怒骂了一声。 最终, 我们还是没享受全套服务, 只让技师给按摩了一下, 就住在了晶晶一人里面。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之后, 林国庆就离开了, 而我也驾着车离开了, 我将车开到外滩, 停在一个隐蔽的停车场上面, 可以远眺整个外滩的美景, 然后我就坐在车里面等着。 中午的时候, 王颖丽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问我在哪儿。 我说, 姐你就别担心了, 我一定不会有事。 王颖丽口吻强硬地说, 你快说, 你死了我替你收尸好不好。 我有些无奈, 说, 外滩。 王颖丽犹豫了一下, 对我说, 小心点。 我恩了一声。 车厢里面有些寂静, 不知不觉间, 就到了傍晚。 晚霞悬挂在天上, 整个城市如同披上了一件霞衣一样, 显得格外迷人。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味道, 几乎就是突然之间, 乌云遮住了晚霞, 天空中下起了蒙蒙细雨。 很快, 细雨就变成了雪花落了下来。 几乎是转眼之间, 大地银装素果, 分外妖娆。 我坐在车里面, 放了一首菜琴的, 是谁在敲打我窗。 前两天, 我刚将车在音响换了一套, 光这一套音响, 花了我几千块钱, 现在听着优美的音乐, 顿时感觉这套音响没有白换。 我将车窗拉了上去, 外面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一首歌听罢, 脸上带着舒服的笑容。 我知道, 我在给自己减压。 微微颤抖的双手, 证明我其实并不如表面上这么淡定。 手机响了, 我拿了起来看了一下, 是孙小青打来的电话。 我接通。 孙小青问我, 怎么还不回来? 我说, 我在忙, 外地出差了, 过两天就回去。 孙小青并没有多问, 而是说, 注意休息, 别那么累。 我答应了一声, 孙小青就挂断了电话。 我长舒了一口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可是手机又响了, 我拿起来看了看, 这一次是一个我绝对不会想到的人给我打的电话。 加61开头的号码证明这是夏婉玉打来的电话。 我不知道夏婉玉为什么这时候给我打电话, 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接通了。 电话里面传来夏婉玉的声音, 刚吃过饭, 又吃了些蓝莓, 突然想起你, 本不想给你打电话, 犹豫再三还是拨通了, 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抿着嘴说, 还行, 马马虎虎。 夏婉玉轻松笑了笑, 说,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生活。 我反唇相机, 那你问的是什么? 他说, 你最近想我了吗? 声音很曼妙, 就一如他的性格一样。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夏婉玉却呵呵一笑说, 算了, 想必你也看了那封信了。 其实我这个女人也就是这样, 给你打电话, 只不过是突然之间想起你, 怎么说呢? 就是有点犯贱, 不过对你的反应, 我很满足。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叫了一声, 夏婉玉。 刚准备挂电话的夏婉玉, 震住了。 我却说, 我现在在车上, 等一下我要见两拨人, 或许我能赢, 或许我只是别人的棋子, 或许我还会输, 不过我还是想说, 其实人这一辈子很长, 但是归根结底活一辈子, 只活两个字, 感情。 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 说完这段话, 我闭上了眼睛, 额头上面全都是痘大的汗珠。 现在是冬季, 这绝对不是镇定的表现。 夏婉玉又问, 那你想我吗? 声音很曼妙, 就像是百灵鸟一样, 却又像是魔鬼的诱惑一样, 总是那么让人心非颤动。 不知道为什么, 我弄骂了一声, 曹,老子爱你。 第217章, 命中女神。 我脱口而出这句话之后, 然后就感觉到嘴巴里面很干涩。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说出这样一句话, 可是话已经说出来了, 不能收回。 我想, 每一个男人命中都要遇到一个 像夏婉玉这样的女人。 她很有本事, 她让你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原貌, 她更带着你走向成功。 可是, 在你骄傲自满的时候, 却又将你一脚踩到人生的最低谷, 让你知道, 人生需要靠自己去努力拼搏。 不能靠女人, 因为你们是男人。 不知为何, 电话那端传来夏婉玉哭泣的声音。 尽管很微弱, 可是我还是清晰地听到了。 我并没有安慰她, 可是我的心却平静了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隐隐有些疼痛。 到了现在, 默然回首去看夏婉玉和我之间的关系。 她是我的什么人呢? 我思考了一下, 得到了四个字, 命中女神。 她和马晓丹不一样。 马晓丹是我的初恋女神, 她带给我的注定只有学生时代的青葱年华。 而夏婉玉, 却是我命中注定的女神, 聪明, 睿智, 富有心机, 很辣, 却又不乏温婉和善良, 一个完美的女人。 可是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她? 我不得而知, 不过我想现在我不配。 即便没有孙小青, 我也不配。 不是自卑, 而是到现在我仍需要瞻仰她。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好像有一个世纪。 我不清楚, 反正我想了好多之后。 夏婉玉轻声对我说, 我也爱你。 她努力不让我听出她在哭泣, 可是声音却依旧走样了。 就好像是因为心酸想哭, 却哭不出来。 可是这四个字刚刚说完, 她就挂断了电话。 我不理解夏婉玉为什么哭, 可是我却明白, 有时候女人的眼泪, 很珍贵。 特别是女强人。 独在一厢为一客, 国外的生活并不像人们口口相传的那么好。 当深夜降临的时刻, 谁又知道, 独以寒窗的寂寞呢? 我将音响打开, 放了一首英文歌, Down by the Sally Garden, 中文名字叫漫步在沙利花园, 是英国词人夜之的一首诗歌。 曲调十分优雅缓慢, 可是却又透着一股浓重的忧伤感, 很文青, 可是却正好表达了我现在的心情。 或许是因为这首歌, 或许是因为夏婉遇。 我此刻的心情, 终于宁静了下来。 夜空中的雪花降落在车窗上, 让我的视线一片模糊。 我躺在车中, 听着这首优美的歌曲。 嘴角有扬起一道自信的笑容, 手指在方向盘上, 打出缓慢的节奏。 我知道, 接下来将是我即将在老狐狸面前面临的最后一关。 成功了我就真的得到了老狐狸的赏识。 失败了。 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个词汇, 所以只有成功。 大概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我的手机响了。 万福图的电话, 我接通。 他说了一个地址, 然后我就开车赶了过去。 等我到了那个海滩上面的时候, 我看到了两辆车停在那里, 然后有四个人站在那里。 我将车远远停好, 关掉车灯, 将手边的蝴蝶刀拿起来一把, 装在兜里, 打开车门就走了下去。 地上的积雪很厚, 踩上去发出滋滋的声音。 空中的雪也很大, 仅仅是走过去这一分多钟, 肩膀上面就落了一道厚厚的积雪。 有些雪花顺着脖子落到脖子里面, 冰凉刺骨。 可是我的心, 却早已火热。 我走过去之后, 就看清楚了这两辆车。 其中一辆是宝马Z4, 但是不用看就知道, 这辆Z4经过改装。 能够花七八十万买一辆Z4来改装完, 显然证明这是个金主。 而且还是个有钱的金主。 所以, 在宝马Z4旁边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老熟人, 那天晚上拿路虎撞我们, 结果却自己翻车的路棚举。 他手臂掉在脖子里面, 显然是骨折了。 不过, 我知道这不是车祸的原因, 路虎有气囊, 而且他只是冲到了路基下面, 所以伤得并不重。 所以, 他的手臂是孙友波打断的。 Z4旁边还站着一个女人, 大冬天穿着一个军绿背心, 赤膊着上身, 露出一道迷人的事业线, 十分狂野。 我不禁怀疑, 他冷不冷。 这个女人, 就是王颖丽, 曾经交给我资料上面写的那个女人, 高圆圆。 她是拥有中国王牌军之二之称, 仅次于北京军区第38军的, 济南军区第54级团军里的一个中校。 绝对不是文工团, 是实打实的野战军。 王颖丽交给我的资料上面显示, 她曾经得到过无数的荣耀。 另一辆车, 是一辆绝对不多见的车, 国产红旗H7。 车旁边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意料之中的万浮屠, 他戴着一个皮帽子, 穿着皮衣皮裤, 就好像是一个老牌响马一样。 而在万浮屠旁边, 则站着一个颇为瘦弱的男人。 我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 而且男人长相也十分普通, 如果丢到人堆里面, 绝对认不出来。 我过来之后, 他们四个将目光转到我身上。 万浮屠笑着说, 这外滩, 不是也建机场了吗? 我不说话, 警惕地看着四周。 陆鹏举开口了, 好人, 别来无恙啊。 我让万老板约你过来, 只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我们这么逗下去, 也没意思。 你可能也知道, 我们陆家和老狐狸不对付, 老狐狸现在已经是垂暮之年了, 你跟着他还能再蹦跋几年。 你背后的资料我全清楚, 河南乳州人, 在乳阳读了三年高中, 一点背景都没有。 你确定你能吞下整个大德集团? 我不说话, 我在等着陆鹏举亮出底牌。 果不其然, 陆鹏举宁笑着说, 我现在给你一个前途, 你背叛老狐狸, 加入我们。 我可以承诺给你20%的大德股份, 而如果你要是不同意, 我不介意和你正面开战。 老狐狸现在尽管还被誉为一座不可撼动的江山, 可是他还能活几年呢? 呵呵, 陆鹏举很嚣张, 可是我却懂他话中的意思, 更懂他的嚣张。 老狐狸尽管看上去依旧见朔, 可是保不齐那一天就死了。 到时候, 我失去了靠山, 不就要树倒, 狐狸散了? 而现在, 他让我背叛老狐狸, 跟他一起混, 然后他给我20%的股份, 也就是保留我原有股份。 这样看似不错, 可是我能相信他吗? 空口白话谁都能说, 我凭什么相信他? 而且我背叛了老狐狸之后, 我能落到好下场。 第218章, 一个有趣的娘们。 老狐狸尽管已经老了, 可是想让我死, 就像是捏死一个蚂蚁一样简单。 而且, 老狐狸背后还有狐眉。 到时候, 恐怕狐眉都不会放过我, 我笑了笑不说话, 转头看向了万福图。 万福图依旧不说话, 笑眯眯地看着外滩的景色。 高圆圆却环视了一下全场, 说, 有意思。 洛鹏举挑起眉头, 问我, 怎么? 不乐意? 我不说话,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陆鹏举转头看了一眼万福图, 万福图却依旧气定神闲一样, 站在那里不动。 陆鹏举说, 万老板, 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 我不知道陆鹏举和万福图商量了什么, 可是我却知道, 我和万福图商量好了。 我站了起来, 露出了一丝笑意, 对万福图说, 万老板, 我们不是也商量了。 早在我和万福图在济南飞往上海的飞机上会面之后, 万福图就给我留下了一个联系电话。 所有人都以为他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我, 可是所有人都不知道, 万福图实则是看上了陆家。 而我只不过是一个诱饵罢了。 而万福图取得我信任的方法, 就是万灰灰。 所以, 万灰灰当初死得那么突然, 而现在, 只有陆鹏举被蒙在鼓里。 山东响马流行带一种大刀, 类似于孙友波手中那把大刀。 不过跟孙友波手中不一样的是, 山东响马带的刀都不锋利。 全凭力气砍人, 如果力气大的响马, 一刀下去能将一个活人劈成两半。 万福图从车里面拿下来一把大刀, 颠量了一下, 整个人露出了一丝宁笑。 陆鹏举整个人正在原地, 显然已经被吓傻了, 眼睛中露出了无数的惧怕, 整个人往后面退缩, 你背叛了我, 你和他是一伙的。 万福图朝着陆鹏举走了上去, 脸上全都是笑容。 我笑着闭上了眼睛。 对于我来说, 这就是一件坐收渔翁之力的事情。 我来当诱饵, 万福图来杀人。 然后他得到陆家的财产, 而我却失去了两个敌人。 不过我忘了, 有一些人的胃口, 格外的大。 陆鹏举吓得往后面退, 高圆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万福图冲上去, 一码刀砍在陆鹏举的背部, 陆鹏举整个人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 发出了杀猪一样的嚎叫。 万福图又砍了几刀, 陆鹏举就没有了声音, 鲜血尽失了白净无瑕的雪地。 万福图转身对身后那个男人说, 丢海里去。 男人走了上来, 拖着陆鹏举走到海边, 直接丢进去。 现在, 马上就要过年了, 海水尽管没有结冰, 但是十分冰凉。 而且陆鹏举被砍了这几刀, 丢进去, 绝对九死一生。 不对, 应该是十死铃生。 这一切, 高圆圆都看在眼中。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十分警惕。 等万福图回过头来之后, 高圆圆就说, 你杀不了我。 万福图从头上取下帽子, 抓了抓说, 你确定? 高圆圆不冷不淡说, 你可以试试。 万福图提着刀, 就朝高圆圆冲了过去, 两个人的身影碰撞到一起, 高圆圆手中很突兀地出现了一把匕首。 大刀和匕首撞击到一起, 发出了一道清脆的声音, 可是很快, 万福图眼中就露出了一丝惊讶, 而且隐隐还看到了万福图额头上面出现一丝汗水。 就在这个时候, 高圆圆身影如同鬼魅一样, 突然一闪。 就侧着万福图的身子贴了过去, 只是刹那间, 万福图赶紧往后一跳。 然后我就看到了高圆圆手中的匕首, 出现在万福图刚才所站的心脏处, 如果不是万福图抽身及时, 他肯定早死了。 场面上的气氛有些尴尬, 万福图警惕地看着高圆圆。 高圆圆却不冷不淡说, 你杀不了我, 我也杀不了你。 你放我走, 我绝对不插手这件事情, 我立马回军区。 万福图眉头一皱, 爽朗一笑说,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我可是刚刚杀了陆鹏举。 高圆圆从兜里拿出来一个铁家伙, 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邪魅的笑容, 你会相信? 这是一把军用手枪, 略显劣迹斑斑的外貌, 让人知道, 他的主人肯定经常开动他。 万福图眼睛中闪烁着一丝光芒, 整个人站在那里不动了。 其实我知道, 万福图也有枪。 只不过, 他显然更喜欢用刀, 而且现在在的地方可是外贪啊, 这地方敢随便开枪。 万福图不敢, 可不代表高圆圆不敢。 相反, 高圆圆如果将万福图杀了, 那就是一副君花击毙匪徒的传奇故事。 不过很快, 万福图眼中就闪烁出一丝疑问, 给我一个放过你的理由。 到了这时候, 我恍然大悟。 高圆圆战斗力绝对不在万福图之下, 相反他有手枪, 说不定能够杀了万福图。 但是刚才万福图杀陆彭举, 而且将陆彭举丢到海里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动手保护陆彭举? 这是一个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可是高圆圆却只是笑着说, 我不喜欢别人窃取我的胜利果实。 说完, 高圆圆直接朝天就开了一枪。 旋即又拿起手枪, 一枪打在自己手腕上面, 然后将枪丢在雪地上面, 然后根本不理万福图和我, 直接上车, 打了一下方向盘, Z4在雪地上面转了一个弯, 扬起阵阵雪尘, 扬长而去。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我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而万福图却是妈撒着下巴, 露出了眼中赤裸裸的欲望说, 一个有趣的娘们。 高圆圆临走之前开了两枪, 第一枪朝天, 第二枪打了自己。 但是不管怎么样, 警察都会来。 这里是城市, 这里有法治。 所有我立马上车, 万福图也上车, 然后我们就相继离开了这片海滩。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太匪夷所思, 也太急太快了。 不过都在预料之中, 也在预料之外。 比如说, 高圆圆会打自己一枪, 这不符合她的风格。 只不过从目前来看, 我和万福图是一个不错的搭档。 不过万福图唯一和我不一样的就是, 她是一个猎人, 而我是一个猎物。 现在我们能站在一起, 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可是现在, 这个目标死了。 第219章, 好甜。 我和万福图将车开出去半个街区之后, 就将车停在路边。 下了车, 万福图递给我一支烟, 露出了一丝属于山东人的豪爽, 这事干得漂亮, 兄弟受苦了, 让你当幼儿, 他们才肯接受我, 要不然我突然来上海, 人家还真看不上咱呢。 我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去接万福图的烟, 我不抽烟, 戒了。 万福图将烟加到自己耳朵上, 然后指了指他身后那个貌不惊人的男人说, 这是江霄, 我的军师。 我看了看这个貌不惊人的男人, 江霄却朝我走了过去, 伸出手说, 在下江霄。 我和他握了握手, 隐约之间, 我发现他手上的力量竟然也十分强悍。 我并没有和万福图多说什么, 只是匆匆见上一面就离开了。 开着车, 走在深夜空旷的道路上面, 我彻底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将所有事情全都捋顺, 我这才知道万福图的计谋。 他在济南混不下去了, 于是就打算到上海发展。 他需要扬名立威, 他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和我作对, 第二个就是和想杀我的人作对。 而我的背后是老狐狸, 陆鹏举背后是陆家。 相较于陆家, 还是老狐狸更可怕。 可是如果万福图冷不丁杀了陆鹏举, 肯定要被陆家揪出来整死。 但是万福图聪明极了, 他找到了我, 让我也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 然后利用我背后老狐狸的势力, 让他杀了陆鹏举之后, 不被陆家揪出来。 而同样, 他也帮我杀了一个潜在的威胁。 所以说, 我们两个这次的合作, 是天衣无缝的合作。 只不过, 现在陆鹏举死了之后, 万福图将面临陆家的滔天震怒。 如果陆家要是不惜一切手段, 想要他的小命, 那我不介意不管这件事情。 到时候, 让他和陆家两败俱伤, 这才是我想要的结果。 这样说, 可能显得狡诈, 不过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好人得不到好下场。 只有鲸鱼心计, 才能永攀高峰。 要不然, 干嘛叫胡文祥老狐狸? 深夜的道路很寂静, 由于下过雪的原因。 原本喧闹的城市, 竟然显得有些寂寥, 我回过神来, 看着车窗外银庄素果的城市, 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 即便如老狐狸这样的上位者, 到头来, 也难免落得一个死后无人抬关的下场, 更何况是我现在呢? 不过等我仔细想一下, 就发现我有点起人忧天了。 过去的忘不掉, 后来的想不到。 老狐狸不是也要扶持我上位吗? 如果我真的功成名就了。 老狐狸死后, 肯定也风光大葬。 这样一想, 我嘴角又扬起了一丝不可觉察的笑容。 突然, 有人敲我的车窗。 尽管车窗因为雾气显得很模糊, 可是我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外面站着的是王颖利, 我赶紧将车门打开, 王颖利坐了进来。 他整个人冻得冰冷无比, 脸蛋上面两片红韵, 更是平添一丝小女人的韵味。 这一刻, 我突然眼睛一酸, 有人关心的感觉真好。 尽管眼睛很酸, 可是我还是笑着说, 姐, 你又担心我了。 王颖利搓了搓了搓手, 想让自己暖和一些。 我却一把将她的手抓过来, 放在我的手掌间。 不知道为什么。 今晚, 我的身体如火炉般炙热。 王颖利刚想将手抽回去, 我就抓住她的手说, 姐, 你手真漂亮, 让我摸摸。 王颖利翻了一个白眼, 不过面对我毫无保留的挑逗, 她还是选择默默接受。 她对我说, 好人,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知道, 王颖利肯定躲在暗中, 将这件事情看了一遍。 所以, 她现在才会出现在我车的旁边。 我犹豫了一下, 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万福图想要借着我得到陆鹏举在陆家里面的财产, 然后在上海扬名立万, 只有这样, 她才能来这里发展。 曾经有个朋友告诉过我, 济南已经变天了, 万福图在那里混不下去, 所以只能来这里谋求发展。 济南要变天的消息是市委大秘赵旭辉告诉我的, 要不然在飞机上面见到万福图的时候, 我也不会那么镇定。 王颖利却眉头一皱, 说, 你应该多关注一下万福图身边的军师, 江霄。 我不明白王颖利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人, 因为我也感觉有些奇怪。 说实话, 江霄太普通了, 普通到如果有人一旦注意到他, 就会不由自主被他吸引。 这是一个双面概念, 如果是一个真正普通的人, 别人根本不会注意这个人, 但是江霄的普通却又透露着一种深意, 只要注意到他, 就会被吸引。 所以, 可以断定江霄的普通都是伪装的。 这是一个伪装高手。 王颖利却说出了他的看法, 我曾经去过一次山东一次, 不过不是济南, 而是日照。 我也遇到了一个小马, 在当地非常有威望,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是, 这个小马并不是万浮屠这样性格豪迈的人, 相反有些普通, 也可以说有些阴森, 就好像是江霄一样。 我眉头促起, 看着王颖利, 突然之间, 露出了一丝憨厚的笑容, 姐, 这又能怎么样? 你担心我了? 王颖利说, 好人, 你要小心了, 不要与狼共舞。 我将王颖利的手放到我的脸上, 感受着他手掌的细腻温暖, 宛如软玉一样的手, 就好像是一件西式瑰宝一样。 我在寻找王颖利的底线。 果然, 王颖利立马将手抽回去了, 可是就在他要缩回去的时候, 我舌尖伸出来, 在他手背上舔了一下。 然后说, 好甜, 十分贱, 王颖利一下子就怒了, 做事就要打我。 而我却正经危坐, 倾咳了一声说, 姐你放心, 我既然选择和万浮屠合作。 我肯定就知道, 有一天, 我们也会成为敌人, 我小时候没看过兵法, 不过我们村里有个老头跟我说过一个故事。 他说他这一辈子, 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曾经他想着, 如果结婚了多好, 后来他就结婚了, 可是结婚之后没钱, 于是他就赚钱养家, 等年迈之后, 他就想着儿子长大了多好, 结果儿子长大了却病死了。 后来老头的老伴也死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 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受不了, 可是他又活了二十年才死。 第二百二十章, 天行剑, 地乾坤。 王颖丽感觉到好奇, 被我的话题给吸引了。 而我则叹气道, 老人跟我说, 他没读过兵法, 但是他知道, 人生永远都在将计就计。 因为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过去的忘不掉, 后来的想不到。 这就是人这一生, 与其揣夺, 不如做好准备, 去迎接未来。 王颖丽不说话了。 我重新将车发动, 将他送回到了他公寓楼下。 不知道为什么, 王颖丽不喜欢住别墅, 他住的公寓也不豪华。 只是非常简单的单身公寓, 住在这里的人一般都是小白领。 恐怕和他做邻居的白领都不会知道, 他们的隔壁住着一个极有权势的女人。 王颖丽上了楼之后, 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我没穿衣服躺在床上, 你要不要上来。 我回了一条, 这是在挑逗吗? 王颖丽回了一条, 好酸。 我有些无奈, 不过我并没有上去。 其实, 我知道王颖丽对于我真的没有情人之间的喜欢, 他对于我更像是姐姐对弟弟一样。 而且, 我知道他绝对是一个女强人, 他在我面前的柔情, 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出现。 如果我真的以为他是一个像夏婉玉那样温婉的女人, 我就错了。 尽管他确实外刚内柔, 而夏婉玉也的确外柔内刚。 两个极端的女人。 凌晨三点, 我回到家中, 悄悄打开门, 并没有打开灯。 而是走到卧室门前, 看了看躺在床上睡觉的孙小青, 和躺在孙小青旁边的奔奔露出了一个笑容。 奔奔一只手放在孙小青胸前, 整个人贴在孙小青胸前的私密部位上面, 他知道那里有他喜欢吃的乳汁。 尽管他已经被迫断奶了, 奔奔似乎睡得并不沉, 好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一样, 又往孙小青怀里钻了钻。 孙小青下意识抱住了奔奔, 又继续睡觉。 我则略带羡慕地抵移了一番小家伙。 以前孙小青只被我这一个男人抱着睡觉, 现在, 他却要抱着另一个男人睡觉。 当然, 这个小男人是我的儿子。 心情愉悦了下来, 我并没有去打扰孙小青和奔奔。 而是来到了书房, 书房里面有一张小床, 我躺下来, 努力去让自己睡着。 可是漆黑的夜幕, 寂静的房间, 我却又睡不着了。 我很累, 可是一晚上发生了太多事情, 我的脑子很清晰, 并不乱。 可就是因为这种清晰, 却让我睡不着。 我坐了起来, 看着空旷的房间, 挣了好久。 大概有一个小时, 然后我走到书桌前面, 拿出了一张A3纸。 我在上面写下了一个字, 我。 然后我画了一个箭头, 又写下了一个名字, 孙小青。 而我又在孙小青名字后面, 画上一个箭头, 写下了另一个名字, 孙有波。 到了这里, 戛然而止。 我看着这三个名字, 在我下面写了六个字, 天行剑, 帝乾坤。 六个字, 足矣。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帝乾坤, 君子已厚得载物。 在写孙小青名字下面, 我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此生若得家人如青, 颠沛流离, 挣扎困苦又何妨。 而在孙有波名字下面, 是这么一段叙述, 母是天, 姐是地。 天塌了, 可是地还在。 可是有一天地陷了, 他就彻底解脱了。 其实我早就看了出来, 孙有波之所以愿意帮我, 完全是因为孙小青。 如果有一天, 孙小青离开我了, 他绝对也会离开我。 凭借他的身手与胆识和智慧, 足以当得上这么一句话, 金灵启示池中雾, 一遇风云变化龙。 这一晚上, 我一夜未睡。 那一张A3纸上面, 密密码码写上了无数名字。 等我抬起头, 看到窗外冉冉升起的夕阳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这张纸上面写的, 就是我的人生, 我的未来。 突然间, 手机响了。 又是那个加六三开头的手机号码, 我立马接通了。 夏婉玉对我说, 恭喜我自己。 为什么? 因为, 我能听到你的声音。 我这才知道, 原来在大洋彼岸, 有一个人陪着我, 度过了这个漫长的夜晚。 刹那间, 所有的疲惫, 全都汇聚到了眼前, 闭上了眼睛, 深深吸了一口气, 才镇定下来。 夏婉玉不说话, 我也不说话, 我们两个就这么默默听着电话。 好久之后, 夏婉玉对我说, 夕阳升起的那一刻, 我看着海浪拍打在胶岩上面, 海面上波光淋漓, 我分不清有多少道光束, 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味, 嗅上去有一股海水的咸味。 这一刻, 只有海风的呼啸, 夕阳的触摸, 以及大洋彼岸的你。 或许是心底的冥冥注定, 我又给你打了个电话, 与你分享这一刻。 他停顿了一下, 对我说, 要让喜欢你的人担心你, 因为这样才能让他知道, 他真的真的好爱你。 话音刚落, 夏婉玉就挂断了电话。 我收起电话, 站在窗前, 整个人正正出神。 我去设想夏婉玉口中所说的场景。 我发现, 这个场景, 好美。 孙小青推开门走了进来, 看到我, 问我, 夜里回来了, 一夜未睡? 我点了点头。 孙小青云淡风轻说, 我去给你熬粥, 你喝点睡吧。 说完, 他就转身去厨房忙碌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正住了。 两个女人, 一个是孙小青, 一个是夏婉玉, 我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而在那张A3纸上面, 几乎有所有人的名字, 可是却没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夏婉玉, 一个是马小丹。 我犹豫了一下, 重新提起笔, 在纸上面, 加上了夏婉玉的名字, 在她的名字下方, 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笔尖处在纸上, 渲染了一个墨点, 最后我放下了笔, 不写了。 不管如何, 我写了一个夏婉玉的名字。 而马小丹, 在这张纸上, 却是我永远也不会添加上的人。 不是恨, 也不是怨, 更不是不想面对, 而是有些时候, 写在纸上, 并不如记在心中。 有些事情, 一旦失去, 就不能再找回来。 比如说, 青春。 让我惊讶的是, 陆鹏菊死了之后, 陆家竟然不找万福图麻烦, 而且高圆圆还真就回济南军区去了。 如果您在纸上, �를向万福图麻烦是与难, 但我想用ATE下调整他只是伤售的不能之后。 真的ą often感觉着女性时獨十机 更加烦了。